So 你之前曾經提過說 中國流行一個字 RUN 大家都要跑 當然只是計畫階段 只是說你在搜尋的比例非常高 結果現在他們付諸行動了 而且不是只有在東亞 跑到了美洲 跑到歐洲去了 而且前幾年叫做 RUN 他們現在真的 RUN 出去了 RUN 出去了 而且我看到這個景象 他們什麼地方都跑 跑到什麼地方去呢 東南亞現在去泰國 像我過幾天要去泰國 泰國非常多 中國到那邊去買房子 而且他們是真的要定居到泰國去 定居泰國 另外一個新加坡 新加坡炒房炒到新加坡購不住 我就說 我提升60%的外國人買房子的印花稅 針對中國人而去 另外一個 馬雲他已經不想待在中國 他說我要到東京去當一個客座教授 想也知道他要跑出中國了 不只這樣 跑到什麼 跑到義大利 卻有400個人集體跳機 跑到讓義大利說 我們不發中國的團簽了 現在有人跑到美國去 從美國要偷渡到美國進去裡面 他說 渡過從這個達連愛口 一直到格蘭特河 都非常困難 還是有人跑過去 但是美國 美國之前不是請那個 這個中國在那邊講說 他為什麼要偷渡嗎 連胡錫進就說 他不是中國人啊 所以他事實上 現在怎麼樣 怎麼狀況 胡錫進還不承認他是中國人 對 那現在怎麼中國人都要往外跑 好那事實上 寶玖我跟大家講 我上次看到這種中國人 大規模的往外跑 是什麼時間點 什麼時間 如果大家記得非常清楚 在1979年改革開放之前 不是有大批人 從深圳要游泳渡河到香港嗎 對 就是那個時候中國人 大量的在往外run 那時候的中國經濟好不好 不好 不好 現在他們也是這樣 所以在告訴你一個什麼狀況 中國的內部經濟 雖然官方還說 我們經濟像好啦 沒有問題啦 吸引人的外資進來 但是從中國人集體要往外跑 要run 就知道說這個問題 絕對是非常非常之嚴重的一個狀況 好所以事實上你想說 現在中國的run 現在中國的大討亡已經變成一個事實了 你在東南你可以感受到 你在日本你可以感受到 你在歐洲可以感受到 你在美國可以感受到 那問題來了 中國不是大國崛起嗎 不是這個所謂的充滿了民族的驕傲嗎 如果中國真的是變成人間先進 這些人為什麼該冒著生命的危險 一定要跑呢 問題是 中國的內部 中國的經濟 中國的生活 到底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 我覺得中國真的出了非常大問題 那這幾天的時候 中國外交部不是說嗎 美國跟我們稱為發達國家 我們是不能夠承受啊 這個帽子戴不起 對所以大家覺得很奇怪 好那我們就講 中國到底什麼樣 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現在給大家看 北上廣深這幾個四個大都市 四個大都市過去一段生 經濟好的時候 他們人口是一直不斷地增加 因為你工作機會很多嘛 鄉村的人口都往裡面去跑嘛 就我們想要這幾個大都市 去年首度出現同步減少 北上廣深都減少 分別減少2萬到14萬人 所以這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四大城市的就業人口開始減少 沒辦法吸引人口去就業了嘛 所以當然就往下降了一個狀況 而且你剛剛講的 你北上廣深還是說已經登記在那裡 很多黑戶口根本沒有在裡面 所以它事實上 北上廣深經濟可能都出了問題 好再第二個中國的PMI 我們都說這個PMI是個領先數據 中國PMI已經一直都沒辦法站上50 又掉到49 所以告訴你什麼 中國未來一季的經濟狀況 大概普遍也不看好 另外就是失業率 失業率 7000人的失業率還是來到20%左右 所以就沒有好啊 完全沒有像你說的 什麼中國經濟向好 我們今年的展望很好 完全不是這樣 先更可怕的是OPPO OPPO今天一口氣 砍掉3000人 而且誇張到什麼事 誇張到欸 我還要想面試喔 面試一半我才知道 我這個部門整個都被裁掉了 而且剛才講的說 很多中下階層 怎麼都工作對不對 但是我跟他講 這兩家公司在裁員 就告訴你事情更加不單純 這兩家公司是什麼 小米跟OPPO 我跟你講小米跟OPPO 是中國競爭力的代表啊 你看以目前為止來說 你看全世界的前五大的手機公司 這個三星蘋果 小米是第三的 OPPO是第四的 就沒想到 他們兩家公司 都要大裁員 同時裁員